全球掀起油电浪潮 Suzuki Taiwan甚至将于2022年将其下车系全数 引进轻油电车款 这次要介绍的Suzuki Vero则为 台湾第三台Suzuki轻油电 1.4FosterJet缸内直喷涡轮增压汽油引擎 搭配48V-1Hyper轻油电 IS矩整合适启动马达发电机 让平均油耗表现来到19.3pm 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料呢 一起来看看吧 Suzuki Vero算是历史悠久的车系 2016年台湾Suzuki于台湾导入第四代Vero车系 陆续推出过多款小改款车型 这次的Suzuki Vero Hybrid 也是台湾Suzuki既IGNI-S Hybrid 设算I-SWIT Hybrid之后 旗下第三款引进台湾的Mile Hybrid轻油电车系 共有前驱配置的Vero S Hybrid车型 以及四轮驱动的Vero S Auger Hybrid车型 建议售价分别为94万元与104万元 Suzuki Vero S Hybrid在外观方面 保有以往的时尚设定 直载式水箱护照精致有形 重新设计的LED头灯组包括近光灯 远光灯 日行灯 加上车外后视镜上的方向灯 都采用LED灯珠 17度5伏双类双色切削旅圈 搭配搭配215-552-17规格德国马牌轮胎 车侧折线搭配后分深色玻璃 以及闭住后方的钢琴烤漆式版 让侧面展现新潮流线的气息 车尾右侧Vero车型名牌下方挂上 Hybrid专属名牌 彰显新世代预电身份 下方至中灯组左侧为后雾灯 右侧为道车灯 内装具备牙制氛围 包括四项调整的多功能方向盘 换档拨片 单驱恒温空调 几皮座椅皆为全车系标配 这次多功能 触控荧幕与道车显影功能 也都列为全标配项目 前驱设定的Suzuki Vero S Hybrid 整体动态质感算是相当轻盈殆尽 起步没有涡轮持至现象 这就是归功于爱此聚整合式 启动马达发电机 也因此让停等红灯时的 怠速熄火系统甚为顺畅 绿灯起步时的在发动算是五感 这里说的五感是优点 因为你不再需要上车 就急忙关掉怠速熄火系统了 在油耗表现上也有些许加分 加上来自欧洲生产 底盘扎实度颇为欧峰 激烈操驾驶沙弯 不见车身测轻 让驾驶保有相当的自信 有架高版Suzuk AI Swift Hybrid的操控感受 所以想要来一段山路热血一下 很可以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